各位观众老爷,大家好呀! 今天开始为大家讲述高人气韩剧《辅佐官》的故事。 该剧主要讲述了身为国会议员辅佐官的政治人物张泰骏, 在众位政客之间进行危险的权力拼搏以求得生存的故事。 张泰骏由李正在饰演, 他是国会议员宋熙谢的议员式首席辅佐官, 拥有远大的志向,出色的直觉和冷静的判断力。 但他没有人脉,在政界独自奋战着。 不过他有一位未公开关系的女友江善英, 由申米而饰演。 他是一名初选议员, 江善英为了登上最高的政治位置而竭尽全力。 因为某些政治原因, 宋熙谢议员打算除掉张泰骏, 而江善英也面临着被议员赵甲勇排挤的处境。 张泰骏和江善英为了能在危险的政治环境中生存下去, 联手展开了艰难的斗争。 政变开始, 一名男子正在晨跑。 他就是主人公泰骏, 国会议员副总官。 由于职业习惯让他注意到了沿途的党政标语和静坐示威的老人们。 做一名辅佐官, 他的工作既辛苦又紧张。 对, 你没有听错, 我们的男主角名字叫泰骏, 这爸妈也太会起名了。 看男主这大长腿, 看这优越的头身笔, 泰骏果然是泰骏了。 泰骏作为一名辅佐官, 对外界来讲有一种神秘感。 辅佐官的工作内容繁杂而危险。 不但要帮议员准备官方的发言材料, 还要处理个议员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纷争, 承受不明真相国民的殴打与谩骂, 甚至连结婚文案都要介绍。 但曾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警校的泰骏, 可不满足于只做一个警察。 之后不久, 就凭借自己过人的能力, 进入国会, 成了一名辅佐官。 并通过自己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沉稳的处事风格, 在两千多名辅佐官中脱颖而出。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 他侃侃而谈, 揭开辅佐官的神秘面纱, 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。 主持人问到泰骏的梦想, 他就没有回答, 只是礼貌地笑了笑。 时间来到一年前, 党代表大选马上开始, 议员们之间剑拔弩张, 其中又以宋议员和赵议员的呼声最高, 各自的竞选团队千方百计, 争分夺秒地争取选票, 而票数之争成了关键, 一票的差距就可以使结果失之千里。 泰骏负责宋议员, 他凭着敏锐的直觉和冷静的判断力, 果断出手利用党论理委员李长秀等人的贪腐行为, 为宋议员赢得了关键的一票, 使宋议员暂时领先。 而赵议员不甘心就此认输, 他在筹划着一场反击, 忙碌的一天过去了。 晚上, 泰骏来到恋人善英的住处, 还特意买了一瓶红酒。 善英是一名新进议员, 也时刻不能有任何松懈, 即使在家里也没有停止工作, 桌子上几乎都被一张张资料放满。 因为他隶属于赵议员团队, 与泰骏是不同的政治阵营, 所以他们的恋人关系没有公开。 善英对泰骏工作上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的高兴, 于是两人举杯祝贺, 相互鼓励。 估计赵议员和宋议员怎么也不会想到, 自己的手下白天争吵得那么激烈, 晚上竟然喝着小酒轻轻我我。 这小情侣整得挺刺激, 不是同一阵营的, 但人家就是看对眼了。 这也说明人家妥妥的就是真爱啊。 不过善英就这么直接地把资料扑得满桌都是, 就不怕泰骏看见吗? 不怕泰骏拿这些资料大做文章针对赵议员吗? 早上,两个人本来想一起吃早饭, 就在这时善英突然接到赵议员的电话,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, 就匆匆上罢了。 泰骏不免心生疑虑, 原来,赵议员的团队召开记者会, 公开揭露宋议员不正当选举的行为。 宋议员气得暴跳如雷, 对着泰骏大发雷霆, 以至于自己的勋章都掉在地上, 又刚好被他自己喷口而出的一口浓糖盖上。 泰骏不顾肮脏, 急忙捡起来收拾干净, 重新给宋议员带上。 看到这里, 小编的心猛地揪了一下, 虽然我知道这只是拍剧, 而且时间不一定是现在拍的, 可是现在才看到的, 我还是想大喊一声, 泰骏, 快放下那个勋章, 疫情期间咱得注意防护, 口谈接触太危险了, 万一这老头是个无症状感染者怎么办呢? 不过, 泰骏并不在意这些, 他与此同时想起了赵议员打给善应那个电话, 他立刻安排秘书团队修改宋议员的行程, 想以此进行补救, 应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, 同时去找赵议员的秘书斡旋, 到办公室后, 赵议员的助理走到泰骏面前, 对泰骏冷嘲热讽, 出言不逊, 善应的副总官高西万告诉泰骏, 赵议员准备在电视台做一期专访, 发言人就是善应, 但善应也不知道具体情况, 只说到时候再联系他, 赵议员安排电视台的女主播金美珍主持对善应的专访, 金美珍是善应的同学, 她一直嫉妒善应的美貌和成就, 所以处处与他为敌, 善应不动声色地沉着应对, 那边赵议员安排检察院对泰骏进行调查, 甚至都查到了他的老家, 泰骏听说后急着要赶回老家, 连新来的实习助理道经与自己打招呼也顾不上搭话, 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办公室, 他开车回到老家, 看到家里一片狼藉, 寡居的父亲正在清理地上的玻璃碎片, 父亲嘴里还在埋怨着自己的儿子, 一不小心, 碎玻璃砸到了脚, 泰骏赶忙过去帮忙, 父亲一见到他就满腹牢骚地把他数落了一顿, 泰骏并没有理会父亲的牢骚, 他也提起当年的事, 当年父亲因为事业一意孤行花光了母亲的医药费, 才害得母亲没有得到及时救治, 提起这件事, 惹得父亲和他大吵一架, 父子俩不欢而散, 虽然和父亲吵了架, 但他还是不放心父亲的脚伤, 打电话让姑姑照顾父亲, 这泰骏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, 明明自己关心的不行, 明明自己就是因为关心父亲才大老远跑回来的, 结果两个人见了面反而互相埋怨, 自己就在家门口, 还让姑姑来照顾受伤的父亲, 在此等一个真相定律, 福子官你迟早会后悔自己今天的行为的, 从老家回来的路上, 泰骏接到警局同事的电话, 说是掌握了负责此事的检察官的详细情况, 随后泰骏直接找到检察院, 本来还指高气昂的检察官, 被泰骏当面揭穿检察官和赵议员是大学同学, 并利用职务之便, 用非法取证的犯罪记录, 挽回了这场交锋的胜色, 宋议员对他大家赞赏, 但是不明白究竟是谁在举报, 泰骏只好承认是他抢先一步向检方举报, 故意露出破绽, 然后再杀一个回马枪, 彻底断了赵议员的后路, 宋议员也认为这是壮士断腕的一招险棋, 刚才还称指甲刀太过锋利, 会伤到自己, 然而宋议员笑着捡起来, 不舍得就这样丢弃, 善英去电视台接受采访之前去找了泰骏, 并向他透露一件事, 赵议员在酒店召开环保立法做谈会, 并且把会议的资料交给他, 看来我前面担心善英资料被泰骏看见是草率了, 善英根本不担心资料不小心泄露, 反而还会亲自把资料递给泰骏, 果然工作还是没有男朋友重要, 估计赵议员知道自己身边有个卧底的话, 早就气得无心开这什么座堂会了, 善英走后, 泰骏立刻把会议资料发给秘书时, 让他们迅速准备反击的材料, 泰骏赶到酒店的会场, 秘书把翻译的资料传给他, 会场上, 泰骏公开质疑赵议员的法案, 把记者会彻底搞砸, 赵议员对他提出的问题无法回答, 气得咬牙戒齿, 火冒三丈, 座堂会结束后, 赵议员私下对泰骏恐吓拉拢了一番, 赵议员的助理也胡假虎威的威胁, 但是泰骏不为所动也毫不示弱, 他打电话给秘书时, 让他们立刻准备赵议员的证据资料, 泰骏开车跟踪赵议员的助理, 发现他和赏免建筑的朱敬问代表见面, 他立刻打电话给秘书团队, 让他们调查赵议员的后援团, 另一边, 道经也开始帮助搜集证据, 正当大家头疼, 赵议员亲笔为朱敬问的书题过字, 泰骏立马反应过来, 顺着这条线索很快就查到了一件事, 周议员的违法后援资金竟高达1亿4750万韩元, 泰骏准备拿这件事做点文章, 紧接着泰骏来到了赵议员的议员室, 赵议员的助理得意洋洋地拿着送议员的证据, 向泰骏展示自己的能力有多厉害, 就连赵议员也得意忘形, 然而下一秒赵议员就猛了, 并且对泰骏动了粗手, 之后赵议员宣布不在竞选党代表之位, 泰骏和他的团队欢呼雀跃, 打赢了这场战争, 泰骏坐电梯时碰见了善英, 因为没有公开练琴, 只能偷偷地拉拉小手, 因为泰骏被赵议员打伤, 秘书想要送药给泰骏, 可看见泰骏和善英一起出来又没了勇气, 这办公室练琴整得偷偷摸摸还挺甜蜜, 小手一拉,甜甜蜜蜜, 不过这秘书怎么赶着来给人家送药呢? 不会是偷偷喜欢泰骏吧? 果然泰骏就是泰骏了, 到处散发魅力, 不久后, 宋艺元和泰骏吃过晚餐出来, 宋艺元嘱咐泰骏一定要把泄密的人抓出来, 道经的努力得到了泰骏和宋艺元的肯定, 宋艺元也遵守承诺, 带着泰骏去见他背后的金主, 至于这是宋艺元对泰骏的信任还是另一种方式的试探, 目前就不得而知了, 下集中, 宋艺元的支持者李代表被赵艺元陷害, 李代表被限制出国, 赵艺元手中有李代表的把柄, 想借此来约束宋艺元, 得知消息的宋艺元把这个问题交给泰骏来解决, 泰骏又该如何应对? 经过上次失败, 赵艺元也怀疑自己的团队中有人泄密, 而他的首要怀疑对象就是善英, 善英是否会被赵艺元发现泄密呢?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,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, 请点赞关注吧, 咱们下一集的故事中继续见 咱们下一集的故事中继续见